取消全城市范围内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这样的个疑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大家好 我现在在陕西西安 现在我在仙的街头上 旁边这里是仙的王福京百货商场 在这个商场的一侧这边这个小广场上 有好多人在这边排着队 为什么要在这块排着队啊 因为前面这边有一个核酸检测点 大家都在这里排队准备做核酸 在西安现在已经有好几千 有一个州没有进行全面核酸检测了 按理来说疫情控制好之后 不会有这么多人进行核酸检测 为什么这边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做核酸呢 而且在这边做核酸 这个核酸检测点还是自费的 做混彩的话现在是这边单价是3块钱一个人 单彩的话好像是15块钱一个人 据了解其实在这块排列做核酸的人 有的是要上班 进入写字楼之内的话 必须还得要出示核酸检测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有的人在这边进行核酸检测 可能是要坐飞机和高铁 虽然先是现在坐地铁和公交车 不需要出示核酸阴性报告了 但是坐飞机和高铁的话 还有火车的话 现在还是需要查核酸检测的 要知道之前在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的时候 在外面这些临时的检测点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因为大家都在小区里面坐了 就不需要在外面坐了 但是现在城市里面 它不进行这个全员核酸检测了 所以没办法 导致这些核酸检测检的人流量倍增 所以要排好长的队在这边做核酸 而且这个做核酸还要收费啊 影响一天是三块钱 如果是你做一个月都得90块钱 一年的话也得一千多块钱 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 这笔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但是没办法 应该有需要这个核酸 所以大家还是得做这个核酸 在这里也有一个核酸检测点 大家在这边排队做核酸 在这块排队做核酸的人还不少呀 还有这么多人在这块排队做核酸呢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城市啊 人家已经发出这个公告 说是在城市内不再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而且在城市内乘坐公交车地铁一些交通工具 不用再抽出这个核酸了 甚至在浙江等一些城市啊 昨天好像看到新闻上说 在浙江一些城市啊 他乘坐那个公交地铁都不用扫那个城市码了 因为之前的话 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啊 必须炒那个城市码 但是你在浙江杭州 还有宁波的一些城市 他已经不需要再扫这个城市码了 这个来说的话 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你直接进站乘车都行了 因为之前要扫这个城市码的话 还要费时间 回到西安什么时候 能够不再扫城市码 像疫情之前一样 这样的话 市面的抽行这个 效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我觉得先作为西北最大的一座城市 应该做出表赛 早早的把这个 坐公交车地铁还有商场景区 进这些场所 扫这个场所码 应该早就取消掉 都向南方这些城市学习一下 大家说是不是 现在在西安这边 进入商场超市景区 虽然不看这个核酸检测来 但是还得要扫这个场所码 当然了 下面我也担心